畢星大月也有 雖然這麼熱 18元到來是15元 接著就 冷門未見了 鬼達是24分 拍寶是22分 你看看這部那陣 昌神是最快的 海鋒也是不慢的 一會上來見到還有珍奇寶 然後畢星大月一早就跟在前面的位置 裡面還有精靈大師 再後一點 接著就是月露媽寶 然後還有哈哈大少 再後一點 還有內蘭位置的威藤區 然後還有電信高星 電信高星後面還有金絲猛將 然後還有海鋒 再後尾位置的福將臨門 看完美衝勁直前 距離頭馬漾幕都是9個馬位 他們漾幕還有1000米到 中間全方頭 多少珍奇寶 放了頭過幾馬位才領先 所以第二位就是昌神 披星大月守著第三 然後才見到精靈大師 然後還有那隻就是威藤區 然後才見到哈哈大少 還有那隻是月露媽寶 然後還有黃馬 然後就是電信高星 還有那隻就是金絲猛將 在尾位看到海鋒 福將臨門 衝勁直前的馬 距離頭馬都塞了一塊 七個馬位左右 差不多 轉完彎 預備到直落空間的位置 前面是珍奇寶 放出樓槍神上來威脅他 裡面是不是看見到 披星大月 中間騎在本地實力 外面上來還有哈哈大少 精靈大師 裡面等位 還有威藤區 外面還有月露媽寶 電信高星 現在還未找到位 若莫還有200米 前面第一隻 披星大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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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威藤區 還有精靈大師 披星大月 第三名應該想看威藤區還是槍神 反對四名應該想看金絲猛將還是珍奇寶 都是前面的對馬 披星大月 披星大月 第一 威藤區有機會追回第二 第三 就是槍神 251 再看清楚 看看是不是 很近 251 還是215 真的很近 珍奇寶 會有第四 十優 開面上來 追不及金絲猛將 好了 接下來在今晚賽後 2點看的時候 我們可以重溫今天十場賽事的 11點50分 本港台 這場馬的相當有限 沿路前面的馬跑道很放鬆 也有些披星的優勢 其他都OK 這場沒有甚麼特別大 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可以看到 沒有 大家為正常的步速偏慢一點 看時間 我看姿態偏慢一點 其他東西 先聽到賽後 看看還有甚麼可以看到 這場有問回蔡明曉 她說 預計有幾匹馬會上前 她應該佔取有遮擋的位置 希望黃馬沒段可以勁勢衝刺 雖然黃馬在接近850米曾經受到干擾 但坐騎沒段衝刺只是普通 另外 問回在接近及至轉直路彎的騎法的時候 楊明倫說 跑過了600米 珍奇寶就外閃 因此在接近500米 再次留住坐騎 其後都是持續外閃 由右手轉到左手壓邊 去幫助坐騎轉彎 雖然已經作出努力 但仍然向外斜跑 劈聲大宇 因為這樣可以從內側推進 蔡學素已檢查過 福昌露門 精靈大師和電訊高星 都沒有甚麼異常發現 奇怪 他問郭東尼那隻黃馬 他又不問精靈大師 精靈大師都可以擺前 但見他起步 徐軍禮都好像是撐住 沒甚麼大動作 不過上一次他又不是自己放頭 他守好位跑都未嘗不可 但實際上這場馬 因為大家知道他的平衡太強 基本上沿路他已經守了一個招呼 都沒有甚麼受到挑戰 你不要看他今天贏的距離這麼短 實際上這隻馬 都沒有特別去發揮